新话两岸快乐平 大家好我是吕露 自从民进党当局2016年执政以来 岛内的政治舞台上涌现出了不少靠颠倒黑白 歪曲事实刷存在感的政治小丑 其中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了 尤其是今年以来 苏贞昌不断上演各类的小丑戏码 近日大陆隆重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 回顾抗美援朝的光荣历史 传承发扬抗美援朝精神 但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却污蔑称 大陆高调纪念抗美援朝 是在用战争威胁台湾人民 刻意挑起两岸对立情绪 再比如近期引起岛内舆论 强烈关注的中天电视台换照案 台湾通讯传播主管部门 本来是受台湾行政部门监管的独立机关 然而自苏贞昌上任之后 不遗余力的想要掌握岛内媒体 对该部门工作指手画脚 进行了一系列打压一击 压制不同声音的举动 据台湾媒体报道 中天换照案让民进党踢到铁板 民进党当局本来以为 中天早就已经被抹成了所谓的红霉 下手可以轻击过关 但是从岛内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弹声浪 清晰的民意趋向来看 无疑是继美猪牛事件之后 民进党当局统的第二个马蜂窝 根据侵律机构 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数据 显示有高达52.5%的民众 并不乐见中天被撤照 仅仅有32.5%的人乐见 从年龄上来看 25岁以上者 不乐见的比例也是远高于乐见 即使是最乐见中天关台的 20至24岁族群 乐见比例也并没有过半 而不乐见比例更是有四成左右 由此可发现 台湾绝大多数的族群 并不希望中天被关台 主导撤照的民进党当局 却成为民意的少数 有意思的是 这份调查当中 民进党的政党支持率达到了33.6% 比乐见中天关台比率高 显见关掉中天在绿营支持者中 仍然是有杂音 在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当中 苏贞昌支持度却明显下滑 多数民众认同 新闻与言论自由 是不容执政者践踏的红线 从各大民调数据来看 维持两岸和平 也是台湾多数民意的趋效 日前岛内有机构调查显示 针对两岸未来发展 高达九成民众 盼望两岸和平 仅仅有2.6%选择对抗 正如国台办发言人 朱凤莲10月26号所说 苏贞昌惯于颠倒黑白 刻意挑动两岸对立 恐吓台湾民众 居心险恶 当前台海和平稳定 面临的最大威胁 是民进党当局 与外部势力加紧勾连 不断进行台独挑衅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天青 台独是台湾同胞最大的祸害 有观点指出 新闻自由与两岸和平 是台湾人民心中两条红线 跨越这两道红线 将遭到民意反扑 苏贞昌恰好在两岸关系 中天换照案上 都展现鹰派的强势态度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当中 苏贞昌成为台湾民众 最讨厌的政治人物 这似乎显示 台湾社会对苏贞昌的 压霸作风 所造成的社会分裂扩大 已经心生反感 苏贞昌的酷吏风格 行政权的过度扩张 已经成为台湾政坛 不稳定的因素 政治稳定性可能因而破坏 一直以来民进党当局 台独分裂势力 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企图将台湾同胞 绑架到台独战车上 拖入深重灾难 充分暴露其恶劣的政治本性 台独分子如果继续 一意孤行 必将是自食恶果 以上就是快评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吕璐 再会